那唐山提到唐山的这个社会 那就是大索啊 孙宏文包括他个弟弟二索啊 这个孙宏林这哥俩 这就算侥幸能活起来 其实没有几个 那大索就是唐山太导队的一个 当时的一个他还不算是一个骨干力量 他只是一个分队的一个小队啊 那么一个头 废话不多说说提到唐山呢 提到这个什么大索二索 什么啊什么这个三老歪 什么四大头 五雷子的啊 你包括咱们之前也讲过这个三宝杨树宽的 说实话就这些人 我跟你这么说啊 不是别的 真正混战会就是三宝杨树宽 跟他们比都是晚辈 因为三宝混的比较晚啊 而且他岁数小 就像咱们讲过的今天是上了六十 他在真正的江湖排位 他都他照这个四大头 什么五雷子都差远了 那四脑袋那那那那唐山的四脑袋 是他大哥啊 那五雷子他得叫二哥啊 那都是他的早辈 那咱们今晚的故事从谁身说起呢 还有一个大哥比较牛逼啊 唐山谁啊 董四哥也比较牛逼 比如说顶级大哥吧 唐山那还得是 大索 孙鸿文 还有这个谁啊 董四哥 他俩的综合实力是比较靠前的 那今晚的故事呢 咱就从这个 谁说起呢 从大索说起 哎 说大索啊 是大难不死 必有后苦 八二年代枪毙那一查人就应该有了 哎 这比侥幸逃脱了啊 就算是这个老天爷对他的那啥 人家红尔 集团现在也非常牛逼啊 说这个索哥啊 这一天啊 这个故事还有谁呢 还有小诚 说这个诚哥这一阵啊 办完事之后就在北京待着 也不回上海 也不回天津啊 听天跟大智 还有王龙江 他们没啥事 打打麻将 打打牌 哎 这时候再有什么王再有啊 什么烂七糟的 这些二代也都各回各家了 不能听天跟杜城混的 所以说杜城这一天呢 就接到个电话 谁打的呢 哎 不是别人 这个 大索 孙鸿文 那咱们就简声大索吧 别叫一名 索哥来电话 哎 索哥是通过智哥 这些小诚 这诚哥就接个电话 呗 我是杜城啊 哪位啊 那个小诚哥 你好 你好 我唐山的 我谁 我那个 哎 我打索 哎呀 索哥 哈哈 啊 咋想起给我打电话了呢 索哥 有事啊 索哥 啊 那个 诚哥 是这样啊 我可没隔得过台上抗 我在给你打电话之前呢 我跟智哥都说过了 智哥让我找你的 哎 你跟智哥在一起 啊 这我跟智哥在一起打麻将呢 大索讲话谁啊 那谁 大索啊 啊 大索讲话呢 大索跟我好 前两天跟我说了点 啊 有点事找你 你接吧 杜城一听 啊 智哥在我对面 你啥事啊 啊 索哥你说 大索一听 我听智哥聊天 说 说咋的 说这个 你有上海的朋友 比较牛逼的 在上海 上海比较牛逼的 有啊 好几个呢 黑白两道都行啊 咋的了 是这样啊 因为上海有这个白豪 有汪海 还有当时的野利豪 这不都是上海的吗 黑白两道吗 说啥事啊 是这样 那个 诚哥 哎呀 咋说呢 嗯 我有一个这个弟弟啊 这个叫赵春和 跟我关系非常非常好 啊 在咱们唐山这块 就倒倒霉一点啊 啊 倒倒霉一点 咋的 嗯 我合计就是 我这个弟弟吧 咋说呢 我这个弟弟就想往上海的 有一个这个 电厂里面送霉 啊 然后我行是诚哥 呃 你这样 哎 方便的话 我令我这个弟弟上北京啊 见见你 咱们见面他 你看行 啊 把煤想往上海卖 啊 那晚呢 挣几个钱啊 哎 诚哥 我这么跟你说啊 呃 量大了 钱就出来了 啊 你看这一吨煤 比如说七十 但事实上 啊 这个 如果量大的话 那利润点就高了 多大多大量啊 卖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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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好像我听我弟弟说 上海那边有个电厂招标 说 说好像招标一百来万吨 啊 一百来万吨 我操 那么大量啊 那得多些火车拉呀 哎呀 那论火车皮的话 那都是多少列 啊 那行啊 那你站不上 你来吧 你来 那个 你看看你明天过来吧 明天过来咱见面聊 啊 哎呀 那行 诚哥啊 那好 那明天我领我这个弟弟过去啊 行行行 你过来吧啊 好嘞 电话发灯意料 杜成寿大志 这个 这个大所啥意思啊 说找我要什么卖煤 大志讲话啊 我听他说一嘴 说他有个弟弟啊 说捣动煤的要往上海卖 哎 上海我行的那个汪海不跟你们关也好吗 我就推荐给你了啊 你看能办就给办一下就办 杜成一瞅啊 哪几万呢 挣多少钱呢 他也不懂啊 废话不多说 时间就来到第二天 都知道唐山惨矿啊 各种矿但是以煤矿为主 煤矿多啊 这么么大所当时啊 可以这么说 有一个 因为大所的朋友比较多 在唐山有个小老地 这小个姓赵叫赵春和 就是脑瓜非常活啊 就是他还没有矿 啊 你像什么五雷子 什么烂糟的 你都有矿 哎 这四大头都有矿 他没有矿 这必须啥呢 给唐山这地方收煤 然后把这个煤往处倒啊 就像当年梅客口 田姆哥是这 梅客口也产煤 他往外卖 往沈阳 卖往哪卖 哎 有人说那能挣多钱 你就是往一个地方签约 要成功的话 年年运呢 那和发电厂的用煤 那发电的年年少啊 那一年四季可呀 那晚上量大了就 这不吗 第二天啊 几点 第二天的中午时分 这个大所 跟这个谁 跟赵春和 赵春和来的时候 跟大所都说了 说锁哥不行 我给你拿点提成啥的 这个大所啊 就给拒了 大所人品也不错 跟夹带说 比说那没夹带人意 口碑也非常好 在汤山不错 来到当时战术大志家 一进家门 这个小成跟志哥 还有当时宝哥他一帮啊 大所批小成岁道 一进屋 哎呀 志哥 成哥 哎呀 这是宝哥 也熟悉见过一次 这宝哥瞅瞅呀 这大所嘛 这不 汤山大哥呀 这一见面 这个小成讲话 说这是中午了 咱们边吃边聊 我订地方 啊 索哥你来嘞 咱必须安排你啊 啊 给你揭发 大所讲话 不用 大师讲话 说大所来了 我请客啊 这个这个小成也别花钱了 咱这么点 咱上中国会 啊 中国会 那够党次啊 大所一吵 哎呀 这么隆重啊 我去求你们办事 还请我吃饭 志哥讲话 行了 大所到唐山 他们没少给我办事 啊 订吧 陶强啊 给那个中国会打电话 订位置 废话不多说 陶强啊 给中国会订了个位置 进了屋来到包房之后 您的老板呢 这个玉哥听说 这个小成哥来了 直接没告诉你们 就告成哥 他这桌的 说大所记住了 这桌他们千万别买单 买单也不能要啊 这不众人往那一坐 这时候啊 大所就说了 说给你介绍介绍啊 那个 谁呀 这是我弟弟赵春河啊 唐山的啊 这个小老弟 给你介绍介绍啊 这个是这个志哥 哎 这个赵春河一瞅啊 你好你好 志哥 赵春河三桌 比大 比小成小大点啊 说这个呢 是这个成哥啊 你叫成哥 别看岁数小啊 你叫成哥啊 成哥谁呢 我跟你说啊 成哥啊 跟志哥他们都是二代 哎 言计没细数 说都是二代 能量非常强 赵春河一瞅啊 你好你好 成哥 哎 你好保哥 都握了手 握完手之后啊 这时候 这个 小成就说了 说我听大所说咋的 你要卖没呀 说往咋卖呀 咋回事啊 你说说我听听啊 能帮忙的话 我看大所面子 肯定帮你 哎呀 那太好了啊 是这样 那个成哥 那我就不客气了 说在上海呀 有好几个这个 哎 那种那个火力发电的啊 就是都是用煤的 哎 有几个大客户 其中有一个客户啊 这个这个厂子比较大 要干多大呢 说一招标就好几年呢 说这个一年底 用一百多万 吨的这个煤啊 说我这手上吧 我能收拳这些煤 而且还能保证煤都不错 大所讲话说 对 这个赵村说有这实力啊 你一般人想整那些煤 还整不着呢 因为一个煤矿 产量有的可能就几万吨 小一点的 中型的可能几十万吨 对不对 你一下整一百多万吨 一般人还整不着呢 说你看我这有资源 哎 正在差价 这都成一听 说 你要卖多少煤呀 他这样成哥 这个煤啊 现在这个暗示场价 现在是七十块钱一吨 大概啊 就是最好就没了 咱们就卖七十一吨就行 然后成哥 我是这么想的 如果你有人卖 你加价加到九十的话 一吨你就能挣二十 这个你也能有利润点 一吨加二十 那能挣多钱呢 哎呀 成哥 咱以一百万吨计量的算 一吨二十 那就是两千万 那么多呢 杜成讲话 当时咬你就立了 行啊 可行啊 啊 宝哥讲话 不是 那个 成啊 咱俩是宝成组合 啊 宝成宝成 咋啥意思 宝哥 讲话 打个电话 对个份 这钱多好 挣个两千万 老铁 杜成讲话 这会我接了 啊 那个 我这么点 我这个 明天呢 嗯 我打个电话 啊 然后明天咱们上上海 哎 没啥事 你们也跟着去 啊 这个就别回去了 那谁 那个那个大所 你跟那个兄弟 就住北京吗 等会住大 大志家也行 不住酒店吧 啊 回去我们演一演 我一会儿就打电话 啊 这当时咱修大所 也挺高兴 说那行 那太好了 那那那那那 那这么的 那个如果能定妥的话吧 我就不跟他去了 啊 然后那个 我让我弟弟跟你们去 你看行不行 成哥 因为大所还有很多事 红文集团 成哥一心 那没问题 我打个电话先 我联联 杜成拿电话 就打给汪汉 哎 就在酒桌 上海的老汪家啊 就这个 就是汪语 他表哥 属于唐哥呗 汪汉 汪汉就接电话 喂 哎 你好 哎 哎呦我操 都成啊 哈哥 我问点事 啊 啥事你说 哎 在上海 我要做点买卖 能接上官吗 哼操 这逼可到的 啊 你华语公司有事了 华语公司不有普证吗 哎呀 不是华语公司 这是这个 呃 别的事 啊 就是我 我和上海 我相当 相当点买卖 那你来呗 见面谈呗 啊 行 那我明天过去 我有几个人 然后你接待一下了 哎呦我操 行了 我知道了 你明天几点到 你把白豪也找着 啊 然后咱们那个 我看看明天 明天中午吧 啊 中午到 啊 不行 我们坐飞机去 行行行行 那明天中午 我接待你啊 我把白豪叫上 好嘞 电话八灯一六 啊 这个 回到这个 智哥家 这一进门 宝哥讲话 这做啥 我跟你说啊 这事 我得占股份啊 不是 宝哥跟你有啥关系啊 这事 我啥 啥关系 咱俩不 他妈保证组合吗 有事说 你想起我来了 这他妈挣钱 把我踢开了 我跟你说啊 钱不多 但是我得占点股 上瞅瞅 擦你吧 你这是抢了你这是 啊 我白智你也占股 智哥讲话 都成啊 我也得占点啊 啊 那毕竟大所这边 是靠着我这个人 不是 一共就基本两千来万的事 我能挣 你俩都都都都涨啊 你 我能挣多些啊 大智讲话 那你看 大伙都粘没点 混点零花呗 那待着没啥事 你不该我家吃喝 拉萨树 我都基本没要 基本 宝哥这么点 给你三百 给智哥二百 我留一千五行吗 你太他妈黑了 一共两千 你给我三百 智哥讲话 哎呀行啊 我换二百换二百吧 我我我满足 我也不干啥 我就陪着你溜的 啊 小程讲话呢 你听见没 人家智哥他妈的 人家介绍的 人家挣二百都满足你 你三百你 你还不干你 你那要你 你自己一百件 你啊 你那 不是你 行他妈的 三百心三百心 说着啊 然后再说 宝哥演话呢 妈的 有三百心算三百 这大伙没等 他把挣钱呢 窝里先反上了 啊 当年真是实话 他们关系挺好 但是因为钱是没找钱 这把时间就来到第二天 第二天的上午 老铁啊 九点多钟 十点来钟 纵人呢 就坐飞机 啊 都有谁呢 智哥宝哥 包括小程 啊 还有这小子叫赵春河 啊 再加上当时投墙 他们几个啊 去了六七个人 在飞机上啊 这宝哥扒了 这个小程就说了 哎 我发现那个 赵春河呢 鼻 眼神 他妈有点 皮肤不定的 我他妈找 人个人 这个演员很重要 宝哥讲话 我瞅他 他妈找的就 不找他妈孙眼 你不低头 那这影一瞅 小程讲话 他妈瞅他也 不不不不不不 不是那么就不孙眼 啊 谁到了 哎 但是大索的弟弟 这看大索的面 对不对 大索跟智哥好 那你就啥找啊 啊 这比他 反正一脸奸诈样 啊 那废话不多说 时间就来到了 第二天的中午 中人呢 就坐到了当时 飞机坐到上海 那边一个 这个这个汪海 跟白豪啊 领着手劝兄弟 早早就来到飞机场 去接下来 啊 宋人从飞机上 一下来 汪海啊 讲话 哎呀 这个 哎 唱 上去给杜成一怼 怼成 他妈怼给我 怼我干鸡忙 啊 说那啥 那个安排好饭店呗 啊 豪哥 白豪讲话了 安排好了 最好的酒店 惨了 走吧 宋人这不就上酒店了 去吃饭去 在饭桌上啊 这个酒过三薰 菜过五味来 杜成呢 就给大伙也介绍了 说那个 村神啊 啊 我跟你说啊 这谁呢 这是上海啊 上海汪海 哎 汪海海哥 汪海谁知道不 上海的汪老爷子啊 人家是他亲熟上 哎 接受一下鬼 这赵孙谁听过他 这老汪家 有名啊 他都听过啊 说我知道 我知道 哎呀 这是白豪豪哥 往上面追 追征征征三代 追到他们杜月生 那个年代 人家也好使 知道不 是是是啊 这个就靠几位哥哥的 这个帮忙呢 啊 现在上海这个啊 在看看有没有门路 把这煤啊 销售出去 啊 汪海一听 啊 要卖煤 那个卖煤 你想往哪卖呀 这上海这个电厂 啥也多 赵孙和就说了 说那个大哥 是这样 我这个煤啊 呃 我看了几家 这个火力发电厂 其中啊 有一家叫长兴的 哎 这个 他一年 他得用一百多万 啊 我喝去看看 能不能跟他打成招呼 啊 我们之前吧 都都都去了 但是咱们自己推销白扯呀 没有面子呀 看看大哥 你看你 你能说上话吗 长兴发电厂 你就哪个发电厂 在上海 他只要在上海境内 啊 我不吹牛逼啊 指定没有问题 关键 这煤能挣几个钱呀 都成啊 啊 这玩意是不是有提点呢 你这玩意儿不白白 是 都成一笑 我跟你这么说吧 这煤吧 呃 七十一吨 大概在市场价 好煤啊 呃 从我那边讲呢 加价加到九十 啊 咱们一吨九十的话 一百万吨 如果重吊的话 那咱们就挣两千万 这事你给办一办 也不白案你办 啊 给你拿个一筒二百的零花 行不行 哈哥 够意思吧 啥玩意儿啊 不 杜成 你他妈骂人呐 咋在这儿 挣他妈两千万 你给我拿一百二百的 杜成 你玩呢 啊 你瞧不起谁呢 我他妈出去吃顿饭 他妈不花十万二十万的 你买的我呢 啊 杜成 不是那你想要多少钱 啊 我最低我得拿一千呢 两千万的利润 我不拿一千呢 不是 你你这 杜成两花 你这他妈赵春科改的嘎 你注意点吃项 不是 基本一共两千万的利利 这成 智哥还有这个宝哥 我再给分不点 你再拿一千万 我剩个单一赖我呀 啊 好哥 这钱还没能挣呢 这怎么有点吃项行吗 啊 能不能办点事 别提钱提钱 你老忙你也不差钱 跟你们差不差钱 没关系 啊你基本你这个事 我我我找人 而且我说话能好使的事 我啊 我挣的最少 那能行吗 没有那么办事的杜成啊 你要那么急 滚毒 找人吧 不是那你 你还要多些 我 我行了 我他妈也不跟你要了 我看你那个B样啊 他妈的 也挺费劲的 这点钱呢 我不从你兜里挣了 你别管我咋挣了 啊 哥们 多少万吨 那个一百万吨 大概啊 行 长星发电厂 对吧 对 长星发电厂 这样 那个 我今天联联联系 你们给这待几天 啊 我这三天之内 我联联上之后 啊 咱们约见面 咱谈这事 啊 你们先回去吧 啊 那个找找找找找 那个白豪啊 找酒店给安排好 哎 白豪就算妈哈 这哥们呢 关系都不错 他俩 这不当天晚上啊 就去讲话 不及不跟你谈了 你我咋挣钱 你就别管了 妈哈讲话 这小城什么太急不差事 废话不多说 时间来到第二天 就住一宿 第二天的中午时分 白豪啊 跟这个汪海 哎 俩就碰上面了 说连一声呢 啊 这个厂长啊 哎 行唐叫唐狸 人家来信了 说没问题 说哈哥你请吃饭 肯定没问题 啊 汪海在上海 这个能力 咱这么说 老汪见 就是别说 他一个电厂了 操 你就一个电网 那公司 他说话 他也行啊 哎 连上了 你就别管 通过谁连接了啊 肯定是连上了 而且一听了 汪见 绝对给面子 这不 汪海藏电话 咋给肚子 肚子啊 这样 这个 这边这个 电厂аю 我把他们的厂长 啥的都找来了 咱们今天晚上还是昨晚那个饭店 对晚上六点钟吃饭 咱见面谈这个事 好好好 杜城一听真这么快 昨天晚上刚说完今天就把事办了 该说不说 上海确实好事 这段时间来到第二天的晚上 六点钟 这个谁呢 杜城跟这个 宝哥还有志哥还有这个赵春和 去的比较晚 六点约好他们准时去 人家五点半 这边的厂长副厂长 还有一个管技术的一个什么什么科长 全到了 这边谁呢汪海还有白豪 还有白豪几个熊的改屋里 这个一把厂长姓唐叫唐力 就这个长径热电厂的 他这个长径热电厂也属于就像那个国企 他不是说单纯个人 个人谁能开这么大的电厂 都懂 这个唐力啊瞅瞅汪海 说那个 汪公子 那个你说的那个朋友啊 如果说他煤要是没问题的话 那这个面子我肯定得卖给你啊 我们电厂用谁家煤都是用啊 主要这个煤好就没问题 汪海也听特别高兴 说谢你啊 唐厂长 首先你给他讲 你表这个态 我就非常高兴 还是那句话 钱不钱无所谓 以后在上海有啥事 不管工艺还是私人 你跟我说啊 咱们别看说啊 那个我们家那个谁 我叔这个退休多少年来 但是就咱们说句话 因为咱们现在这个大哥 跟我叔关系非常好 他说那个大哥 你们这是谁 就是把裤子提到 咱就握那个 跟他叔的关系都非常好 要不咋说 这个啊 那谁那个普正 建一 老汪头 汪老爷子 都得客客气气的 就这么回事 这个关系套关系 很复杂 废话不多说啊 不大一会儿 杜城他们这就来了 杜城他们一来 往屋这么一进 老铁啊 一进 杜城一瞅 哎呦他人不少 屋里齐不各 包括宝哥志哥啊 还有赵村科都进来了 这个 往这一坐呀 这杜城讲话来 说那个谁呀 那个啊 这个海哥啊 这个谁呀这是啊 哪个是这个领导啊 往海儿就给接出来 说杜城啊 给你们介绍介绍啊 这个呢 叫唐力啊 就是唐力都五十来岁了 说这个 这个就是他们长青热电厂的 一把厂长兼党委书记啊 旁边那是刘副厂长啊 然后呢 这还有一个 他们的销售科长啊 等等吧 那个别人就不说了啊 这个是谁呢 这是我一个好弟弟啊 这个杜城啊 就是他的弟弟啊 在这个 那边这个有质有矿 这个煤的销量比较大 这杜城往这一坐 说你好你好 唐厂长 唐厂长坐的嘎子 瞅瞅都城 瞅瞅大致这些人 说一瞅 擦你妈的 全是这帮二代的 眼睛看得很明白 当即就表态了 说那个 我说两句啊 从这个海哥这么论 从谁这么论 我年龄比较大 我年龄比较大 我就管你们叫什么老弟吧 是老弟啊 不管咋说 这个 汪海 汪公子找我来 咱们呢 这个 企业一年呢 大概用 一百二十万吨煤 现在呀 库存量确实 缺缺 缺一百万吨 如果说 这个 煤的价格 谈妥了 没有问题啥的 然后咱们明天就可以签合同 最前提 最前提啊 挣钱都没问题 我得先 把这个丑话说前头 啊 汪海 你说你说 咱们保证煤的质量 其他的都是小事 因为这个热电厂啊 煤要是不够耗的话 这玩意发不垫了 不合格 那上面最择事就大了 老百姓也不能干的 啊 咱们管上海整个 将近一个区的供电 还有一些 啊 汪海一听 听明白吗 质量好 没问题啊 多长抽找 赵春河赵春河 没问题啊 咱们唐山那个煤 那就不用说了 确实都是好煤 那绝对是一等一的 那那那 山西的煤都比不了 反正 表态了 这一听 卡树里够我对啊 这大伙一听 那玩没面子也能烧 那玩是发电就不行 哎 大伙一听说挺好 就这么的啊 老铁研就说 说明天咱就签合同 明天到我的热电厂签去 他的热电厂啊 在上海当时就是 比较偏僻的地方 因为电厂嘛 哎 他不再是个市区 时间来到第二天啊 大伙一看 他这买吧 就做妥了嘛 等他妈 厂长都走后 人家汪海 告杜成了 说杜成 我不敢你那个提前里挣钱 我挣多钱 你别管 你也别眼红啊 反正我自己挣自己的 从你那兜里面掏 我看你他妈也挺飞劲 杜成一吵 你家有能力 那算你牛逼 听明白没 唐山那逼给杜成是七十一顿 七十那杜成 加到九十 七十就已经挺高 这个价格 第二天的中午 这个杜成啊 还有宝哥 大致就在酒店里去啊 包括赵春河 这边这汪海 白豪 还有谁呢 还有当时咱说了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不是别人啊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赵春河他们一帮人 就赶到了当时银厂了 也那边厂领导 包括这个管 那个签合同的这些人都在 把这法律文书 八八八一拿 说白了啊 这个合同签完 一共大概多少钱老铁啊 这个资金我可以告诉你们 大概成交的价格资金 在两两个亿左右 啊 就这个量啊 就是没这个量 一次合同大概在两个亿左右 这杜城啊 留个心眼 特意 这个到盒头上 看一眼 说那个 说那个 啊 单价不有单价吗 一吨多少钱呢 千语文啊 杜城哪样的比较 说看看单价多少钱呢 赵春河也描一眼 这边的厂长讲 啊 那什么 那个 一百二十八 一吨 多钱 一百二十八一吨 老铁啊 杜城加二十 一百二十八 现在九十 那一百二十八 三三三十八呀 是不是啊 将近四千万呢 就三千八百万 就进汪海的兜了 哎 这国有资产流失 就这么几本流失的 老铁啊 杜城一说 我操你妈的 真真 杜城两范 我心这笔 他妈加点价 加到一百亿吨得了呗 啊 是不是啊 你加到一百亿 也已经比超过我 这笔整三千八百万 我刚整两千 我还得给大智 跟宝哥分 啊 这汪海有着面子 那没招啊 人家厂长能不懂 说你不挣钱呢 啊 这你妈的一百二十八 好没送回家 没毛病啊 啊 啊 这合同签完 住城两范 这没招啊 啊 你妈的汪海 人家挣出来 啊 都上瞅瞅 这合同就签完了啊 签完合同当天 人家这个唐厂长就说了 说这个 呃合同签完了 然后这个呃呃 通过这个汪汪汪少爷 还有杜城啊 老弟 这个这边呢 我也放心啊 没没有问题 然后我先把这个定金呢 先给你们打到这个账户上啊 也就是赵存和的账户上 呃 说一共是两个亿左右 咱们先给你打过五千万啊 然后第二次打款没到了 这款就全给你结完啊 然后那老铁那个 有人说那个对付的钱呢 对付的钱就得从啥呢 就得从这个呃 赵存和这个账户里面 往出提了 哎 得先到他这个账户上 因为国有资产 你往哪块买东西 不能说分后这个账户买 明白没 废话不多数啊 这不当时给了五千万 这个定金就是通过支票的形式 通过什么贿贿款呢 就打到赵存和的账上了 哎 东西都都没问题了 这不大伙都挺高兴 就等着 人家王孩也不怕 那通过小城办的事 能跑了啊 谁呀 王孩刚好杜城 说那个 运煤费呢 人家管送 这价他妈还要一起求家 说这么的啊 说小城啊 这个煤大概得多少天能到啊 煤到了才能结尾管呢 嗯 杜城问赵存和 赵存和讲话 快 哎呀 半个月之内 咱们陆续把这煤啊 就发过来 那晚上得乘火车 乘火车发 哎 一次发多少烈 得发多少烈 那你想话 那老了 那一百万吨老了 不就准备时间吗 这不大伙都回去了吗 小城也回这个北京了 对面赵存和也回唐山了 哎 这边呢 这个王孩也回上海家了 时间过去了 当时得有半个来月 这一天便说啊 煤还真运了 从唐山呼呼呼呼的火车 嗯 煤他不能直接拉到煤厂 啊 有点常识的都懂 有那个中转站 像吉林市的 你这货运 你想往那个 江南那个电厂啊 还是你想往那个 哪个土城热电厂啊 你往哪发 你那个煤裂都得发到转运 也就是像江北吉林市天桥下面 就能有半刀叉的 那嘎子全是这个外来的那些货运车 然后挂车什么导车的 咱就不多解释了 这个车每一些还真拉不到热电厂 得拉到上海一个转运处 十多个火车皮老铁啊 就发过来 啊 是十多列火车 听明白吗 就是一列火车 比如说那有十来个车厢 是二三十个车厢的 他发了十来列 哎 陆续车皮都倒这个 倒这个啊的老铁啊 这这这钱这不紧 就马上要研究这边研完没没问题 你不就拉到煤厂里面 这不就就可以结款 在这个人这个唐 唐厂长唐力啊 也坐在办公室里面 这一天喝着小水啊 哎 讲话了 喝着小水 哎 咋的了 外面来人 谁呀 刘副厂长 刘副厂长一进屋 那个 唐厂长啊 唐厂长啊 不好了 不好了 咋的了 啊 啥事 不好了 说那个 那个 他那个唐山的煤啊 他就运到了 唐山煤运到了 那不好事吗 啊 咱们这个网煤厂 就签 就火车头 唐厂长啊 那煤啊 你是不知道吧 你没看那煤啊 那煤 煤咋的了 哎呀 都说唐山的煤好啊 啊 我上午领着这个质检员呢 我只是一列火车抽查了几个车厢 你猜 那煤咋的了 咋的了 你都急死我了 你说呀 那煤呀 我跟你说呀 打开之后啊 那里面啊 是 有点好煤 那煤也够好 但是极少数就一成了 里面差那百分之七十 啊 那煤第一 我这么跟你说 不厂长 第一那煤得使 掺水呀 那煤呀 掺水倒还好点啊 那老铁那煤 比如说一百吨的煤要掺水 掺那么二十吨 那就变成一百二十吨 事实上 那煤能有刚一百吨 就说那个意思啊 说第一 他掺水 水分太高了 第二 里面有煤面 里面有煤灰 啊 烧过的煤灰 就那个炉灰炸子 啊 还有那个煤干石 啊 就是 煤干石倒能少 那完了热量也不够啊 那那那好煤贼少 我那基本上 那百分之八十都不是 就百分之二十的好煤 那里面啊 而且都掺到一起 没法少啊 唐力一听懵了 我操你们 咱们他妈花一百多块钱 一吨买的这煤 啊 我都告了 挣钱行啊 这 整他妈破煤糊弄 我你验好没 我验好了 哎呀 把这随便 估计所有车厢都那样了 我就只是一个烈火车 就验点 啊 这刚是第一批 美业 这后期 你咋整个 啊 这他妈没 发不了电 啊 也对付不了 你这烧不烧出事了吗 而且那不够号呢 那不得找我吗 啊 行了 哎呦 操你们压走了 你回去 啊 没也别切 也别谢 我他妈找 我我找我找汪海去 啊 哎 这副厂长一听 哎呀 厂长你别上火 当时这个唐力嘴就肿了啊 肿挺高 这副厂长下去 他是法人的企业啊 啊 党委书记间厂长了 哎呀 当时他就喝 这是汪海坑我呀 你挣我钱 你别坑我呀 唐力再三决定 他决定了 这盔子不能吃啊 这不把电话就打给谁了 就打给汪海 啊 汪海啊 正跟谁呢 正跟你们上海的白猴老 老白家这个小猴俩儿 给他一个茶室喝茶的 没啥事 哎 这汪海的电话 这就下了啊 谁呀 不操 啊 这不唐力的唐厂长呢 啊 这咋的 款要到了 这批款要到了三千多万 我要到这儿的话 老铁我是不得给他拿点提点呢 啊 啊 这个国有企业的厂长 我三千八万 我不行给他拿三百 别算太黑 是吧 给拿三百万 钱不是一人挣你 哎 汪海还合计你 电话就接 哎 你好 哎呀 哎呀 康哥 哎呀 汪海老弟啊 汪海老弟 那个 哎 我问一下 那个 哎呃 你方便不说话 我方便呢 啊 咋不方便呢 哎对了 那个唐厂长的煤到没到啊 哎呀 就说这个煤啊 煤是到了啊 没到了 哎呀 没到了 那把煤款解了啊 那个 不是 哎 老弟啊 你这样 你方便咱见面说吧 这事 啊 见面也行 啊 见面你来吧 我在上海那个 普通新区有一个 那个那个茶室啊 对 我告诉你 地址你过来吧 啊 那行行行 哎 好好好 哎 我棒 总头到 电话一料 王海点话 你妈 这这老狐狸 三千多万 这必是见面想逛 要回扣 我这是啊 王海这么想 人家人根本就没想 就不要一分钱 说实话 废话不多 说这个唐历厂长 开着车 就奔着王海 这个茶楼就去了 王海跟白好脸 还闹着事 说小豪啊 哎 白白 豪格啊 豪格比他大大 说别白眼你忙 等三千八百万到了 我给你拿一钱 哎 白好一串 哎呀 不用了 这这这 哎 拿一钱 别别别别看 大伙子挣点 正说这话 啊 这个 唐历老爷的五十来岁了 来了 啊 车往下一停 上楼了 牙都走了 这当时是上火 牙就走了 因为有合同啊 还得罪不息呢 王海 上楼 来到王海 这个茶室 这一敲门 王海 两个人进来 唐历 爬一推门 哎呀 哎呀 老弟 哎呀 哎呀 这位老弟啊 这 牙咋的呢 那脸咋的 脸怎么还走了呢 啊 王海 不知道咋 脸怎么还走了呢 啊 哎呀 牙咋了 啊 咋 咋咋呢 哎呀 就刚才一股火嘛 十分钟就肿起来了 哎呀 说话都费心了 啊 人他妈就是上锅火 十分二十分的牙就弄中去了 这当时王海 不能老师 你说牙怎么还走呢 说说说说 老哥 来来来来 那个 哎对了 那个没到了 那个怎么样 啊 这个没啊 这个唐厂的美好吧 哎呀 咋的呢 嗯 这有啥话 这 怎么的 这 老弟呀 我 我知道我得得不起你们老汪 但是啊 老弟呀 这挣钱人可以挣啊 我丑话说前头了 啊 这个 这这钱能挣啊 你看你 你们加到一百二十八 那市场的好没 七八十都上门送 我啥也没说吧 啊 老弟 我二孩说 这咋的 这不认真 喂 你看你们要多少钱 我给多少钱 我就一个 要求 我那美好就行啊 这这咱 咱是这么说的吗 老弟呀 你们可不能坑我呀 咋的了 大哥你有啥事 你就说着没啥 没有问题啊 哎呀 你 你是真不知道 还是假不知道啊 啊 老弟 我还是假话的 我 我 我真不知道啊 咋的事啊 大哥呀 咋的了 你说呀 大哥呀 老弟呀 那没呀 运到了是运到了 第一批 十多烈火车 那没 那也不是你们说的 那个质量好的煤呀 王海儿脑瓜也忽悠一下 咋的大哥 没有问题了 那煤呢 哪是有问题呀 有好煤呢 有 百分之二十 剩下百分之八十 那里面掺的呀 那水呀 水咱都不说了 掺水 那水湿度太高了 啊 水都不说 咱还能晾的 那里面 那里面掺的都是 那老煤灰杂子 烧过的煤 还有那个煤 煤干石啥的 那煤干石 那玩意是能烧 那热度干本都不行 那干本都用不了啊 大哥呀 你这 你这么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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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我命啊 这煤发不来电 那不够格 那发不来电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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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步呢 那下一步呢 人家找我 我受不了 我那上面追责 我能受了吗 大哥呀 老弟呀 王海儿一听 王海儿不知道啊 我他妈问问 咋回事 我确实不知道啊 我真不知道 老弟 你你你你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啊 这实在说不过去了 不弄回事了 这他妈挣钱的有底线呢 啊 这整啥事啊 你知道不对 我打电话 问问 王海儿大师就急了啊 王海儿拿电话 把这电话打给谁了 就打给杜城 杜城啊 在大支家 没啥事 没告诉你们 龙江大哥 他们一帮人正打牌 杜城电话 想一程王海儿 啊 哎呦我擦 是不是没钱 倒管了 是不 哎 哎 海哥啊 杜城 杜城啊 你该哪呢 我在这个家呢 在北京呢 啊 咋的呢 哎对了 那没人运到没 那尾款是不是咋了 那刚才你们给五千万 啊 还有那个 杜城 我操 你他妈坑我呀 杜城啊 你把他挣钱 有点底线啊 杜城啊 啊 你啥意思啊 不是咋的了 二哥 你怎么正跟我说话 我他妈怎么跟你说话呀 我他妈之前咋说的 啊 咱他们挣钱行 挣钱得有度啊 啊 什么晚上啊 没底线了 没见过钱的 杜城啊 不是你他妈好好跟我说 咋的了 咋的了 你不到啊 你别说你不知道啊 你们从他妈唐山运过的这个煤 里面除了掺的水 就他妈没干石 除了没干石 就没回杂子 都他妈烧过的煤 那他妈没 市面什么三十五十一吨都不值 他妈掺甲了 那谁呢 没毒点好没 发不了电 人家把那个厂长来找我来了 你咋说 有这事 不能吧 我不是你看 我他 人家把厂长在我办公室呢 在我这茶室呢 杜城 你们要是这么坑人的话 我跟你说杜城啊 我跟你说 这钱还不能挣 你什么屁玩人啊 啊 你他妈整名牌的 这事啊 你整慕名为杜城 我跟你说这钱啊 你他妈把钱退回来 你把煤拉走啊 这煤不能要啊 不是你 基本跟我吵吵 我待会我问问 我不不不不 我问唐山那边 我给你信 我他妈不知道咋回事 你等着啊 大师讲话了 咋的来成 咋的个啥 咋的个鸡咋的 你找的什么逼人呢 那那那那那那大所啊 那大所干啥的啊 不是你跟我喊啥 咋的了 大所人挺好 好个单人好啊 他妈大所 跟你想的合伙就不骗 把那煤 那他妈掺老水 掺老煤 没吃回忆的 就去给人运去了 这钱能挣不挣吗 我这讲话不能啊 大所不那人呢 不那人 我他妈问 给当时小城气坏的啊 杜城拿电话 这不就拨给大所了 那有人说大所知道这事吗 大所所哥不知道啊 这不就是属于这个典型的 这好几个几手 不到哪个环节插头了 所哥给唐山的 自己有红门公司啊 就在这红门公司办公室 所哥这话就想 喂 啊 谁啊 大所呢 我是这个大所 那个红门 谁谁谁啊 陈哥啊 不大所 你他们是不想混了 还是咋的 不是 大所呢 唐山顶级大哥 你看跟杜城的对话啊 大所 你他们不想混了 咋的 陈哥 我这 咋的呢 咋的个灯啊 别就不踩着名 没装迷糊 你他妈领的你弟弟 啊 然后就不找我说帮卖煤 我给你找人们 你们干啥笔事啊 啊 人家他不差钱 都没跟你讲价 你就整啥事 大所我告诉你啊 不是陈哥咋的 你说事 咋的 那煤里面擦的都 他妈是水 还有煤干石 啊 还有那个煤灰杂子 都烧过的 那煤啊 那一次通好 人家他妈花一百多块钱 一吨买的 啊 人家都没说别的 人家说要求一个指标 煤好就行 不是大所你他妈啥事都干的 你信不信 他妈我一句话 我他妈给你整煤的 大所啊 你是不是敢唐山混几天 社会 你觉得自己挺牛逼的 唐山一把大哥了 你信不信 我杜城一句话给你整煤的 公司给你关的 大所他没想到 说杜城能跟他 发这么大的火啊 如果大智不可能 这么说话跟他啊 杜城不关你大哥 你他妈干什么 闭玩你这是 他认为就是大所指使 或者大所参与的 所说一听 诚哥 你听我解释 咋没出事了 没出事了 你不知道啊 不是 诚哥 我真不知道 我弟弟那边咋的没发 有问题啊 我不说了吗 人家上海的汪海 人家把面子都丢了 知道吗 人家抓的面子 人家挣钱不差钱 人家那边厂子 要求质量好的 你们整这个屁事 我告诉你大所啊 你要说不知道也行 你问问 你问问是你弟弟 插的事 还是他妈你插的事 谁插的事 我找谁啊 我肯定他妈你收拾他 你插事我收拾你 诚哥 诚哥你别生气啊 我不知道咋过事 我问问 不应该 我问问咋过事啊 诚哥我给你回气 你放心 你问问吧 杜城把电话也放下了 抽了大志 以后这这这这走上 别急忙往身边里 这样啊 不是大所不是那样的 你大所二所 红文红灵哥俩 那那那那 阮山唐山 那那那去那好几次 也没少接的 你你这 这干啥呀 皮都给脸的 还要整围人家 不是那回事 这他妈啥事这是 一般人心 我踪踪做梗了 该说不说 大所把电话一撂啊 大所也气完了 索哥也气完了 这不坑人吗 索哥拿电话 这不就偷知朋友的 信用度吗 对不对 索哥把电话 拨就拨给赵存和 赵存和啊 也有个小公司 五城楼 坐办公室 正基本磕着瓜子的 没啥事 这一车 这一趟 再运多少趟 这没啊 这个钱到位 是不是 哎 电话一响 这赵存和就接 哎 哎 谁呀 索哥 赵存和 你他妈咋的 你混大了 啊 你是不是不想 再烫上混来 索哥 咋的了 索哥 你这 咋的了 咋的你不知道 咋过这儿吗 啊 你他妈是不是整事了 在这没的 我在没的 整啥事了 索哥 啊 我没不停好 运过去 那没的 你他妈 人他妈 成哥打电话了 人家上海那边来电话了 人家往海来电话了 知道不 咋说的 咋说的 你那没 里面 他妈给人掺的啥呀 掺的什么 梅干石啊 还掺水 还掺梅灰杂子 不是赵存和 你他妈跟我整事 是吧 我这么大的 那个那个 那个面子 拽出去了 你给我整事 你丢 丢我面子 啊 赵存和 不是 索哥 这都哪跟哪呀 那没没啥问题 那没 啊 那没我亲自 坚装的 那没怎么能有 什么 没灰杂子 又没干石 那不扯犊子 你们 这 人能撒谎啊 啊 赵存和 你给他 还给我脚变啥呀 你啊 你在哪里 不是 索哥 我没 那时来 时来列车 我亲自 坚装 我还能不知道吗 那没一点毛病没有 那都是好没 都好没 都好没 怎么到那就有问题了 有人说 让别人给换了吧 那十多列车 那一列大火车皮啥的 你咋换呢 哥们啊 你告诉我呀 你当 你当一个小卡车呢 老铁那不涉及啊 你可能不太懂的火运 那么大量老铁 那能换吗 那换不了 你先掺到就不敢 他上个忙里 说你别他妈跟我整事啊 你当啥事你说 不是 索哥 我明白了 你用没啥了 哎 是不是那个 咱们你看 咱们的七十一吨的价 啊 你找那个中间人叫杜成的 这个 加到九十了 然后那边 那个上海那小子 又去不加了三十 三四十 变成一百多了 是不是 眼睛那个厂长 眼睛的厂长 眼睛觉得价太高了 眼睛不好意思拒绝啊 啊 然后你整事啊 你说咱没有问题啊 我那没没问题啊 那没都嘎嘎的 都没呀 你说那个 哎 有的可能性吗 也有的可能性啊 他指定是什么回事啊 哥 你问问吧 那承拨好就这事 啊 我跟你说 那指定那边 小架太高了 不好意思推托 他找这个借口 他那是不是 咱找的也是不应啊 别人往里竞争啊 你整事 也背不住 啊 我我问问 你没整事 我没整事 我整啥事啊 我问问 好嘞 喂 啊 诚哥 我啊 那个大索 啊 还生气呢 我他妈生啥气啊 不是 找个事 到这找个事 你整明白了 不是 诚哥 嗯 那个 我问我弟弟了 那赵春河 我这多少年了 那不涉及整个别的事啊 啊 那个 不涉及整个别的事 那他们也能撒谎啊 不是 诚哥 呃 爷 我弟弟说啥意思呢 你说能不能 咱们这边加价了吗 诚哥 你看你也知道 你加了二十 那边 我弟弟说成交额 最后变成一百三十八一顿了 说是不是加价 他加太多了 咱找那个上海的人 也不够硬实 眼见那边厂长 你不好意思拒绝 你从质量上找 找事啊 能不 嗯 啊 我明白了 有这可能性没 你说诚哥 我弟弟改 我得搞的 我不行 我跟他上上北京 我亲自跟你说一下 你不用来了 我问问咋回事 嗯 好嘞 哎 背不住 看你吗 上海长龙卧虎的 啊 不定谁想往里面打 这没 有的可能性没 有 杜长拿电话 就回给谁了 回给汪海的 啊 大师讲了 说你问明白的 你别把事都给我整大所神 这边 谁呢 啊 这边这个 哎 汪海就接电话 汪海就一接电话 啊 喂 啊 谁啊 杜长 哈哥 那个 我跟你说个事啊 啥个事 到底是这边大所的事 还是你的事 不是 我跟你说啊 也不一定是大所的事 这里面呢 也不一定是赵春河的事 那什么我的事啊 谁说你的事 你这边好好说 我跟你说啊 是不是 你这边力都不行啊 啥 啥呀 我力都不行 是不是你这边加加加多了 你往死加 整个就不一百二十八是一百三十八的啊 你一百二十八的吧 成交的吧 然后人家厂长就不想加太高了 眼睛是不别人有利益链呢 想往里打打不进去啊 你这一下加太高了 人家不好意思说啥呀 眼睛从这个质量上找啊 啊 能不能这样啊 眼睛整事啊 不能吧 有啥不能的 合情爱合理啊 行 我这么点 我 我问问 我问问啥事 如果他那边有事啊 我他妈熟的 他敢跟我整事 我他妈熟的 但杜成 你这边有事 我跟你说啊 我他妈不惯着你啊 还有那唐山那笔 你们整明白了 别整不明白 你丁刚跟我俩这个那个 杜成把电话就撂了 唐丽电话就响 啊 你把厂长唐丽啊 喂 啊 你好 哎呀 哈尔哥 哈尔哥 不是啊 唐哥 我问一下子 咱他妈价格要是高的话啊 唐长长 你可以直说 你呀 你别拐弯磨叫 你给这里面整事啊 啊 我这个猪啊 你要觉得一百二十八一吨 要是有点高了 你可以再给我压二十 加两价 可以像买东西 砍价还价 咱可以一百二成交 或者一百一成交 都没问题 啊 你别给这里面 给我整事啊 你啊 你整啥皮事啊 你给我整事呢 别人没那边 都说 尖庄了 人家 人家唐山那边说 人家亲自尖庄了 啥包就没有 这他妈火车皮 他不像说汽车 给你倒个多 你这不设计 中间 调包啊 你整事呢 啊 唐哥 哎嘛 唐力右面的牙总 左面当时又总了 唐力呼响 哈尔哥 这是哪跟哪呀 我哪敢跟你整事啊 哈尔哥呀 你他妈没整事 我整啥事啊 哈尔哥呀 一百二十八 你就一百三十八都行啊 我我我我天的 我我我我老天在上 我那啥在下 我可不敢 我敢跟别人整事 敢跟你整事吗 哈尔哥呀 我这没有都买了 你说我能整事吗 那他妈咋个意思 哎呀妈呀 我这说 哈尔哥 你这样啊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 那煤都该转运站的 啊 那煤现在都该上海转运站的 你这么点 你要不相信的话 咱们可以 你派人去亲自去验去 你看看那煤 你不明白 你找明白人 咱们上海有的是 有资质的地方 你去验货就完了呗 你看那煤到底是啥煤 行 我早上咽咽 这里边你要是 基本跟我整事 我告诉你 啊 我他妈肯定收拾你 啊 要是他们整事 我他妈收拾他 你放心啊 我这是最讲理 我告诉你啊 我他妈找人去 你找人整吧 啊 你找人整 我我我我我 我这边我跟你这么说 我这边肯定没整事 那没真不行 好了 我知道了 汪海把电话就撂了 汪海一撂电话 废话不都说啊 这边的汪海啊 啊 拿电话 大家都成了 都成啊 哎 我跟你说 人叫话叫停死啊 人说人那边肯定没讲事 这么的 我现在找白豪 让白豪找专业的这个 这个检验的这个公司 第三方介入 啊 只要是不是做 做那啥的第三方 就没问题啊 去接住 去去查去 我看看啊 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问题 啊 如果真有问题的话 我跟你说啊 我可找你啊 啊 那那那那那找第三方吗 你别找那个什么张珊珊啊 别这边废话 行了 我找白豪 哎 你这边 汪海拿电话 是咋给白豪呢 啊 说 浩哥 对 我跟你说点事 擦擦吧 没出那个事 你这么呢 呃 你给我找一个第三方的 有资质的这个检测煤炭的 对 要一个详细的话 报告不说 啊 然后你那个 你那个 你那啥 你那个 你辛苦辛苦 我这两天忙 你帮我亲自去 一车一车 啊 然后呢 一列一列 一解一解 给我查 啊 看看 这个没到点咋个事 到底是谁 他们整事 白豪一听 行 我明白了 啊 我跟你找这办 你放心吧 嗯 电话就料 但是在这个办的过程中 老铁 它是需要时间 因为你找专业的这个啊 第三方检测的东西 包括这个去人 那可不是说一节火车 有人说一列火车多少 一列火车四五四十多节的话 十多 那四百多节 那你想想 那个量很大的 废话不多说 这个招吧 虽然笨点 但是招肯定是立竿见影 那咱再说这面 这面 这个 谁呢 这面啊 这面这个 大所 这个孙洪文啊 就领着当时谁呢 领着当时人说 这个唐山 那个赵春河 就在当天黑天之前 开车俩逼 就到资格家了 也见了小陈呢 说那个陈哥 啊 赵春河也进屋了 杜成也是 整不明白这事挺生气啊 鼻子不是鼻子 鼻子脸不是脸呢 瞅大所 啊 大指甲话 啊 大所啊 来了 智哥 诚哥 那个你听我解释 这个事啊 在没调查清楚之前 这还真就不能说 往我弟弟身上来 我弟弟 我了解的不是那样人呢 他做买卖 本本分分的 这个赵春河讲话 说诚哥 真不是我整的事 要是我整的事 我敢坑你们吧 而且这个 我我我 我所说对我多好啊 我肯定是那边出事的 小陈讲话呢 我不废话 这个事啊 很快就有一个结果 因为第三方 检测公司就要介入了 这些车 车皮 暗恶车皮 他们查 化验去 如果他们你这边整事 我肯定找你 你记住啊 那你就给长山 唐山 你哄皮去了 腿 他们给你消瘦的 如果说那边整事 我不惯着那边 行行 诚哥 我这没肯定是没问题 大叔讲话 说行了 诚哥 我这怕你伤苦 我这连夜我来 我给你解释一下 你放心 不管咋地啊 这个事咱得整清楚 行了 你回去吧 大叔 明后天要卸手找你 大叔讲话 走吧 跟志哥也告了个别嘛 大叔领着这小子啊 就出门 出门这小子 就他俩连第三个司机都没带 一上车 这个赵春和开车嘛 他说大叔 大叔讲话 赵春和 你跟我说实话 是不是你整个事 说是 真不是我 我告诉你啊 我他妈再问你一遍 你是不知道 组成他们的手段 我是知道的 如果真要是你 现在你跟我实话实说 啊 你跟我实话实说 现在大大不了 也就是咱们赔点损失 咱把钱给你退回去 把这个煤那给拉回来 啊 有好煤 再给好 越好煤 没有好煤 大不了 这个买煤 咱就黄了 咱们损失几千万的 无所谓 啊 但是如果说你不说 也要人查出来 我操你嘛 要你嘎了哈 要你嘎嘴都能 这帮人 你知道吗 我都惹不起 你跟我说实话 到底是不是你 大索人心里没底 还问他 赵村哥 抽出大索人 说是 我以性命 他们发誓 啊 百分之一万 我那没 我亲自监装了 一点毛病没有 行 那就是那边的问题 回趟山吧 时间就来到 第二天的天 都快黑了 白豪啊 领着第三方的检测团队 啊 这一车一车 一车一车的化验 最终的结果 人家检测公司拿了报告 说那个 呃 这个白哥 这个煤啊 经过咱们化验 现在一看 你也看着了 这煤的取样 你也瞅了 绝对权威 啊 这煤啊 真是以私从好 这煤啊 简直 这煤干嘛就不能少 里面掺了大量的煤干石 还有这个烧过的煤啊 还有水 行 我知道了 检测费还可能还花 他们一百来万的 我跟你说 老大量了 就说这个意思啊 可能花十几万 或者多少钱 白豪把这检验报告拿着 啊 就去找谁 就去找王豪 进王豪办公室 白豪把这检测报告 往那一拍 脸照却黑啊 白豪干了一百天 到黑天 这我可干完了 啊 这个四百多个车厢呢 我们是逐一排查呀 检测报告 第三方非常全尾啊 你看吧 这个结果 王海拿过来 您唐长长可没撒谎啊 这钱 我跟你说 杜成他们挺不带劲的 这事儿如果杜成知道 杜成他们太记不得了 咱都他们二代犬子都哥们 能基本坑咱们 这咱们的信用度就没了吗 以后在上海 你说王海就咱们办点啥事 到外面钻面子 也敢跟咱合作吗 这杜成挺不地道 王海拿电话 巴巴巴巴就搏给杜成 杜成给大师这个探家的吗 这两天杜成心情都不好 就整个鼻事 杜成拿着电话 一起 哎 啊 哈哥 你别他妈管我叫哥 杜成 我可没你这个店 咋的哈哥 啥意思 啥意思 检测报告 他们处理了 杜成 我还那句话 你说你爹那么那么大个官 你妈也是国字头开 开开头的企业 控我好几个 你家也不差钱 杜成你坑人 你不能去坑我呀 我这信用度呀 你一下整完犊子了 给上海这事传中间 我王海以后咋他妈见人呢 因为三千万两千万的 我他妈坑人家 啊 人家唐长人多好啊 人家只一个要求 不差价 煤要好 什么壁碗 整的煤 那煤他妈能烧吗 我告诉你 赶紧把人 他妈的钱退回来 五千万烧 一个子 我跟杜成我找你啊 你把那煤给我拉回去 我不要了 这钱还不能账 哈尔哥 你别生气啊 我都成啥人品 你可能还不太了解 两千万三千万的 我差点点钱嘛 啊 我跟你说 我一点不知道 操你妈 这个大佐啊 我得找他 你放心 如果这是这边出的事 啊 我他妈肯定干的 啊 我不管他谁 我不知道你们谁 谁整的事啊 小陈 这钱还不能挣了 听明白 这煤得退回去 而且那五千万的定金 你得给打回去 行 这事我负责 我他们找不到人 我给打 啊 你放心吧 行 你解决吧 啊 煤不要了啊 让他没拉走 好 方海啊 这也挺讲的 一般事 直接打给唐力了 唐哥 哎呀 哎 方海啊 那个唐哥 查清楚了 啊 今天这个 呃 这个煤啊 我找第三方 检测完了 啊 确实是那边整的事 啊 你看我说 我这 你这样 你放心 有汪海在这个 有老汪海在这个 谁他妈拿着二胡都不好使 这煤得不买了 五千万的定金呢 三天之内给你整回去 啊 然后没耽误你办事吧 啊 然后你该别买 别的没买 别的没啊 哎呀 汪海啊 听这话唠的 你是真不知道 我能知道这事吗 你说 哎呀 老弟啊 那那那那那那 那我谢谢你 要我这责任我可背不起 你谢啥大哥 应该我对不起你 啊 我怎么办事啊 办得不不 我也给糠了 哎呀 你要这么老汪海 我跟你这么说 以后咱这煤呀 啊 我自己做主 我还从你这买 老弟 啊 这钱从哪都是买 我跟你说 这个煤 遍地哪都有 山西也有 这个河北也有 这这煤 这钱还按你 还按这个价格买 你你你你 你连一枚 我这边收 汤哥 有你这句话 你这哥们 我交定了 以后在上海 有啥事 你吃事 我汪海啊 能办的 我肯定跟你办 啊 但这个煤 我就不扯了 别别别别 这煤还真得用你 啊 别说我信不着了 行 大哥那我先答应你啊 这事处理完之后 我给你买煤 好好好好好 哎 人家当时 解释明白 废话不多 我说杜城把这电话连夜就打给谁了 电话打给大索 啊 索哥就接电话 喂 哎 我是唐山大索啊 大索啊 我杜城 哎呀 陈哥 我告诉你啊 大索 事查明白了 你不用不承认 我现在相信你未必一定能知道 但是啊 你要是没整事 你那个弟弟赵孙和他整事了 这这这怎么查的 怎么查的很简单呢 上海那边人家找第三方资质的公司去验的 四百多列那个火车啊 人家按个车厢的爬 就从早爬到晚上 现在刚检测完 全是没干石 擀的石灰的 说白了 就他妈擀石头了 里面还全大量的水 那市面上四十五十一吨都不值 知道吗 你要不知道 那你弟弟整事了 人家不能撒谎吧 人家人家王海不能撒谎吧 王海兄弟去的 陈哥 如果真像你说那样 我不知道 我我先找我弟弟 你他妈找的吗 我告诉你啊 这没这个钱 我不挣了 谁也不挣了 这没你让他赶紧就不拉回去 而且三天之内 五千万 给我他妈退归这个公司 差一分啊 大死了 我跟你说 这事我他妈跟你没完 听明白吗 你别人家 你给唐山混的牛逼了 你跟我俩补了 你补了不了 陈哥说啥呢 我能跟你补了吗 我真不知道 我都上火了 我问问他 陈哥 你放心 就这个钱 陈哥 如果真是他干的 他他妈不拿我拿 你放心 你要这么说吧 大索啊 算我说的严重点 你赶紧解决吧 哎 行陈哥 好嘞 哎呦 我靠你们给大索气的 老铁 叫大索拿电话 打给赵春和了 赵春和呢 自己小公司里边喝的小茶匙 没告诉你吗 嗯 嗯 哎 索个 喂 哎 索个 赵春和 你他妈是不是不想活了 咋的 索个 人他妈那边上海找第三方检测公司了 就他妈你整的事 四百多列火车皮 人家按个爬的 按个查的 啊 人家往下那撒谎啊 啊 杜成的撒谎吗 你他妈有啥说的 啊 你他妈借用我 他妈对你的信任 你他妈干这事 你他妈呼了人 你上层上报纸 你他妈呼了鬼行 你呼了这些人都是神仙的 那不是鬼呀 啊 那他妈要是鬼 是阎芒爷 不是 是不是你整的事 哥 你都说了 那个汪孩 给上海牛逼 那你说 哥 你说那个杜成也好 汪孩也罢 那那不就是一句话的事 那那完都能对付烧吗 这是你整的事啊 啊 不是哥 汤山的 你还不知道吗 那煤干石不也能烧吗 那批玩不也产热量吗 那发发电厂 那就基本往里烧 你还是这人不应 他人应不就一句话的事吗 你不说他们二代好使吗 那一句话 你告诉他 就他妈这份烧 那他妈咋的 那不就这么回事吧 哥啊 我操 你他妈该咋的 啊 干啥呀 哥 你妈 你他妈玩的 操你妈 你坑死我了 严谨肚承要收拾我的 啊 你在哪呢 不是哥 你这不至于吧 就这点事 你说哥 这我号你们 你说你该咋的 啊 我找你去 不是哥 咱哥俩多少钱感情了 因为这点事 你说至于吗 啊 你别生气 你听我说 你说是不是二代的一句话 那都固有其义啊 二代一句话 他是不是挺着 他是不是对付烧 啊 那那是不有利益点吗 实在不行 我我从我这个利益点里面 我再给他便宜二十就完了呗 哎呀 你说的也对哈 你看我说的对不哥 对不对 二代找二代办事 不就是这点事吗 那都是好卖用他卖啊 没毛病 哎 村哥啊 你说的我挺认同你的 你真认同我啊 哥 那可不咋的 老认同你了 哎对了 村哥啊 你现在在哪呢 咋呀哥 没事啊 咱俩见个面 咱俩见个面 咱俩咱俩唠了这个事 咱们咱们得研究啊 这个事啊 这不得研究这个收获问题吗 是不是 咱俩研究 咱俩见个面 你看哪呢 我认同你了 这事 哥 我 我没在唐山呢 你没在唐山 你干啥去了 咱们昨天不刚回来吗 是 我 我 我昨天回来 我昨天回来 我 我 我就 出去 溜溜溜溜 我就没在唐山 就出 出去了 出去了 你上哪了 这昨天晚上刚回来 你这今天就出去旅游去了 哥 是我是出来旅旅游 哎 不是哥 我听你的话 你好像要揍我似的那个 我操你妈 我整死你 电话料了 我听大索 他可不是认可我 他好像要揍我 你们 你们听出来没 他是不是要揍我 我感觉他要揍我呀 我不能让他抓住我 那 那不 了得了 大索 来电话了 喂 说个 操你妈 你 他也不挣 但是哥 你咋不呢 那个 你 你 你告诉我 你在哪里呗 哥 我真没在唐山 我真没在唐山 我真出来溜溜溜溜溜了 我瞎眼睛 我他妈认识你 你别让我逮住你 我他妈逮住你 我他妈没你好 我他妈整死你 听见没 我整死你 真生气了 不应该呀 这么大气呀 大索 跟他们关系挺好的 不行 我多两天吧 别公司带着了 那个 李秘书 那个回头明天有啥事 你主持有啥事 你给我打电话啊 这笔跑了当天晚上 有人说跑哪去了 他有买卖的 唐山有公司 他没跑远 就跑到唐山 哪块猫去了 明白 找唐山 讲话 那哥们的小矿啊啥 这一猫 整点吃的喝的 反正我就不见人了 那有人说了 他 就这煤他不要 他这五千万 他也 那煤没多钱 那些煤 我就告诉你 他这五千万就挣走了 首先 废话不多说 这大所一瞅 打电话不接了 哎呦我操 给大所气的呢 大所把兄弟叫到跟前 还有这个董红 那个孙洪文 他弟弟孙洪林 二所吗 二所 你妈的 你告诉兄弟们 出去给我找 给我找赵春河 操你妈 给我抓着他 当天晚上 大所气的 就连夜 跟唐山就开始 抓这小的 这小的人说 看这不美好 哎 老铁要就抓他 那这面 大所把电话就打给杜城 因为大所知道 杜城那边啊 这一关他得过 知道不 哎 你这这这东西 你不过 我跟你说 这么说吧 啊 杜城那边 他解决不了 杜城镇兽的 啊 大所呢 这么说 九九年的大所 好像应该比刘勇 跟跟赵三有钱 啊 就是我 我猜的啊 因为大所银行账户 多少钱我也不知道 老铁 九九年的大所 是不是有 也得有几十个亿吧 唐山那哥们 有没有了解的 红尔公司九九年 后期肯定是很牛逼 九九年 这时候能不能有 十个亿二十个亿的 大所肯定也有 他没有董事有钱 啊 但是他他没有三老板有钱啊 大所 但是他应该也不差 这不大所拿电话 就打给谁了 打给 打给定产 啊 城哥就接电话 啊 喂 喂 诚哥 啊 谁啊 大所 城哥 这样 这事啊 我查明白了 啊 我也知道找个事了 是我那个弟弟 草他妈 不要脸了 他整的这事 这是他整的啊 是 人呢 啊 你把他人给我带过来 草你妈 我我告诉他 我我受了 啊 腿逼打折的 大所啊 不是 城哥 这样 我刚才打电话 这笔都不解了 给我气的 草他妈 我现在买唐山翻的呢 我连夜就像兄弟找的呢 城哥这样 城哥这么的 我明天呢 我上北京 我亲自见你 城哥这样 啊 我大所呢 干这事啊 我头一次 我遇到这样 也是我看人不准了 这个责任我背 城哥 一共就五千万的定金吗 我大所 我找不着他的话 我自己拿 我明天先把这个钱呢 给你拿过去啊 现金支票 我开出来 这钱 就是找不着他 最后我也认 我先拿 我先垫上 城哥 别透支你的信用度 你把这个钱呢 返回你那边的厂家 然后你 明天我亲自 给你父亲请罪 啊 城哥 你看行不行 杜城 你要是杜城 你能说啥 这大所啊 你要这么老的话 哥们啊 我他妈认可你的人 这钱你真的掏 你要不掏 我也得掏 我掏 我掏城哥 算我倒霉 但是我肯定得找他 我明天我我我我我 亲自上北京见你 你来吧 擦你吗 我跟你上唐山 这笔小子 我得他妈收拾 大所把电话就撂了 这边小城呢 就给帮孩子打过去 海哥 查着了 是那赵索哥惹的事 对对对对 人家大所好样的啊 人家没差事 把这五千万呢 人家先顶上来 明天把支票给我拿过来 我呢 让我手下给你那个厂家汇过去 啊 这个损失啊 咱们拿 而且到时候找人把这个没拉过来 对 不要他没了 这钱占不挣啊 你跟那个厂长说一声啊 然后这个钱占不差 但是那小子 我操你吧 我肯定收着 我还是讲话了 那小子 你抓着你帮我他妈 帮我再给他两刀 太他妈损了 行行行 啊 那这么定 哎 对了 杜长 这事你好好干啊 你干好了 人家厂长说了 说这个钱呢 退回了 咱有信用度的话 人家下次买卖还少了 哎 这后期是后期的事 对 等明天我收拾 好了 电话就溜了 我给你帮我